如果要填党灰說這件事出現 我想首先北京要開了綠燈 一個沒有篩選 一人一票普選 會在2017出現 我相信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誘因 會有人會不同的黨派會組合等等 我想說兩句台灣 其實台灣其實 我最近也訪問過 我見到他們那個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已經很成熟 譬如剛才欣姐說的那些看似 是很激烈的場面 其實台灣人是明白了 這些是爭曝光的 也都明白 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香港又出現令我憂慮的情況 就是原來一個理性的討論空間越來越收窄 譬如你說有一些新的組織 包括說佔中就是邪的 反正中就是正的 我可以說我是忠的你是奸的 所以這些就不是理性的 這些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一個將它標籤 但是香港一直都不是喜歡這件事的 這件事令人憂慮 就是令人想起 我們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 在內地見到的很多大型群眾運動 同樣的模式 這個是我們憂慮的 所以台灣的經驗不是完全可以借鑑 因為他們本身始終是一個理性的討論 至於你說這個問題的精結就是 我覺得北京是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現在我們想爭取的普選 只是希望讓行政長官當選者 是有足夠的認受性 他的無論是教育環保等等的政策 民生的政策 五年經過一道政綱比拼之後得到授權 就是去做 那至於你說會不會影響國家安全 或者是現在 你知道外交部就要見美國總領事 就延遲利息 那關於國家主權 國家安全的事情 其實全部都可以談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為解決香港現在 內部管制不到的問題 要真的開綠燈 讓我們有真的普選 那你贊不贊成 那個委任是實質的委任 我贊成 45條裏面的委任權是實質的委任權 就是說一個經過民主選舉一人一票 拿到譬如你說200萬票當選的人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是夠膽的 他可以不委任 他是有這個權 在法律上 法律上我強調是有這個權的 但是政治後果當然他要負責 就是譬如你好像你那時候叫董建華下台 政治後果你都要負責的 你會找到一個人的 或者是有這個人的 然後我會找到他